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秦人 现在我的人呢 在South Suburk Cretton这里 其实这个影片呢 也是临时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在Facebook的时候看到 原来Cretton这里呢 有台湾美食 它的名字叫做 YES夜市 我看了它的照片的时候 有发现到 哇 真的是有太多美食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特地从我的家 过来这里一个小时 为了吃台湾的美食 那相信之前 如果你有看过我做台湾的美食的话 你就知道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台湾的小吃等等之类的 没有看过之前的影片的话 可以点这里的资讯栏去看一下 我之前有做过大宗小吃的 跟台湾车录饼饼的影片 现在呢 是晚上的5点40多分左右 废话不多说 我们去吧 我们去看她的美食 好的,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店面啦 我跟我的小助手来这里吃他们的台湾的便当 在这个界面呢,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他们的便当小吃 主要是我跟小助手来吃 所以说我们会点他们两个便当 一个台式蛋饼跟两个饮料 我们点了总共有五样东西 价格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公布好吗 但价格是非常的便宜的 好的,那我们的餐厅所有东西已经到了 我们总共有点了五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冬瓜,柠檬茶,豆浆 那小助手点的是黯然鸡排饭 那我所点的就是黯然双拼乳肉饭 那你可以所看到就是我们的菜色是非常的丰富的 小助手那边有一个很大块的鸡排搭配蛋 那它旁边是有一个spinish作为一个搭配 然后呢,我所点的这个呢,分量其实是蛮夸张的 在里面呢,有他们两个菜 它的菜呢,是跟着当地的菜色去做搭配的 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菜色呢,是不一样的 但它的这个鸡排,它的肉跟鲁肉饭是一定的 那价格的部分呢,我会在后面做一个公布 你们也可以猜一下它的价钱是多少 那我一直非常想要吃的呢,就是这个起司玉米蛋饼 我是从来没有吃过的,我也是很期待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吃吧 好的,那它的起司蛋饼呢,里面呢,有起司跟它的玉米 外面的饼呢,看起来是蛮滑嫩的 闻起来是很香嘛,再点一下它的价格 吃下去呢,有他们那个玉米的味道跟起司,好吃! 虽然不能去到台湾,但还可以在澳洲吃到台湾的食物 非常的感动好不好 他们这个Chinese cabbage 简单的青菜,青草 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是有那个脆度的感觉 不是很重口味,蛮不错的 再试看它的玉米 其实我很喜欢台湾的食物,或者是亚洲人煮的菜吧 他们不会把那个菜煮过头,吃起来的时候外面是熟 但里面还是有脆度的 那我这个呢,有双拼买,一个是猪肉,一个是鸡肉 来先试试看它的鸡排 它鸡排那时候,所使用的部分呢,是鸡腿排 吃起来的时候,它外面有点香香的焦韵的味道 那里面还是非常的juicy的 总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那如果大家想到台湾会想到什么 就是他们的乳肉饭 来吃吃看它的乳肉饭 它的乳肉饭其实卤到蛮够味的 而且它的肉呢,是用那个pockberry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所以说吃起来有一种不同的层次感 咬下去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咬到它的猪肉 然后它的里面的酱料的味道 再来搭配它的这个米饭 吃起来是蛮不错 那这个是它的猪排 它炸的方法也是跟这个鸡排是一样的 裹上粉,然后拿去炸 它吃起来里面也是有非常的juicy 那我相信的话,它们在炸之前呢 它们有乳过的味道,就是mayonin 把那个鸡排拿去卤了一天再拿去炸 这样吃起来的话,它比较juicy 那它的味道也会比较出来 好的,那领药的部分呢 我点的这个就是冬瓜柠檬茶 它的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啦 当然也是非常的大杯 但它的比例其实调整的非常好的 它在里面呢,有放那个lemon slice 我单纯以为它们只放柠檬变下去 但没有 它里面呢,是有混合那个柠檬汁跟那个冬瓜柠檬 所以喝起来呢,是非常的清爽的 蛮不错的,最重要的是很大杯啊 跟那个一般的手摇杯来相比算不错了 好的,那我们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吃完啦 其实是蛮开心的吃到台湾的美食 这里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好吃 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当然是它们这里的鸡排吧 它们鸡排吃起来也是非常的juicy 而且它的那个冬瓜柠檬也是非常让我满意的 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因为我们两个人来,所以说吃不了那么多 这个蛮可惜一点的 然后呢,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它们的价格吧 这个暗兰鸡排饭呢,是15块钱 搭配它的豆浆的话是3块9块 然后这个蛋饼呢,是9块50C 暗兰双丁的话是15块80C 搭配的这个冬瓜柠檬茶呢,是5块90C 所以呢,总共的价钱呢,是50块10C 说实呢,这个50块就能吃到一个好吃的餐厅 是非常的值得的 这里的店虽然是小,但是来外带的人呢,是非常的多 这里的地址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靠近吧 在那个打鱼山的旁边 那我给的分数呢,10分里面我会给9分 那小助手的话你会给9.5分是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挺满意的 一张50块可以解决到两个人的餐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不错啦 好的,今天的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跟按赞啦 然后有什么台湾美食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